这道题很多家长给孩子讲不明白 那是你没找对方法 一起来看一下 一根绳子绕竖竿三圈还剩20厘米 绕竖竿四圈的话就还差30厘米 竖竿有多粗 这道题我们画图来分析一下 绕竖竿三圈 一圈 两圈 三圈 还剩20厘米 剩一节绳子画出来20厘米 那现在想要绕竖竿四圈 绕三圈 绕四圈不够 对吧 还差一节 差多少 看题目当中的条件 还差30厘米 刚好绕够四圈 所以差的这一节就是30厘米 好了 画完图 答案一目了然 这一圈就是20加30等于50厘米 好 一圈的长度是50厘米 也就是竖竿有多粗 这个题答案就出来了 学会了吗 我是90后数学老师 孩子成长 有目共睹